一條一個到外面夫妻新鮮工具 就是這樣兩項 後來為什麼我們講說 價值自己建立 不用調別人的說話 很多都不對 請大家看 這一個朋友 今天一個朋友傳真華 這是一個朋友 他說朋友小孩 這個判決是怎麼樣 我聽到大家聽 這個判決說 澎湖縣的議員 前議員叫陳富厚 二審改判當選有效 意思也是幫當選無效 我們給大家聽 地方法院議審判陳富厚當選無效 高雄高分院判決的理由 特別是後來高分院就判決當選有效 理由是什麼 當選無效之術必須是要 會選規模大到足以影響選舉結果 會選的規模大到足以影響選舉結果 就是說他買票買不夠 所以當選還是有效 他裡面怎麼寫 被告被查到的會選票只有180票 不足以影響選舉結果 所以判決他當選有效 買票買百八票不夠 買票百八票不夠 所以當選無效判決不好 改判他當選有效 所以說這種的習慣 就是說我不知道 那天我在這裡很不客氣說 我們現在很多軟圓 我們以前說國家的軟圓 政府的軟圓是在立法醫 還是什麼 現在習慣還差一點 看這就有比例也沒有 所以我要跟大家說就是 法官的所謂嗎 法官數字高嗎 法官的判決不能夠評論嗎 這種你有沒有接受嗎 就已經買票證明 他買百八票了 說不太少 當選有效 為什麼買太少 所以標準裡面 500塊買不到票 所以承舉當選無效 這樣你會怎麼同意嗎 如果這兩個判決確定的話 未來台灣的選舉 就沒有可能有些餘能 就只有 這是二審的案子 這是二審的案子 94年12月 如果照這樣子下去 台灣的選舉 恐怕又找到另外一個極制 那個極制是 過去抓會選的人都可以去抗議 其實這些判決就是讓 會選合法化 對 就是說你去會選沒關係 只要規模不夠大 這個法官是可以接受的 同樣的黃軍一發走入宮 這個法官不理 他就覺得這不影響 所謂選舉的問題 去抓走入宮的 才是有問題的 其實你要會選 要抓到說規模大招這種程度 其實他做完你嘴巴的 人道可能都假的 其實就知道一項就知道 這就是不行 一項 買一票 你就是當選無效 對 那就是不公平性 哪有的是選舉的公平性 張華縣前副建長 張華縣現在還在走路地過過 他可以回來 因為總統大選來說 他上面是幾百票而已 那規模不大 不會不足以影響 所以他可以 最主要連接也沒條 這個就是作弊的 所以如果教員說連接沒條 他會選就沒條 他會選就沒條 他會比較沒條 還沒辦法 還沒條 對啦 表示這個會選不好 我跟大家報告 這個朋友很可愛的朋友 這個朋友他說 不踩我 是一高二低 但是也是大外新聞的 忠實擁護者 他的一高 是因為他年紀高 已經33歲了 二低是 第一低 他收入很低 因為月入還不到30萬 另外一低 他的學歷很低 只有大學醫學系畢業 只具有專科的醫師執照 意思是你聽好嗎 醫生還是醫生 他就是你開 他就是你開 他是一個醫生 收入還不到30萬 香港他是一高二低 所以我們今天來 建立台灣新價值就是說 不要再聽他們說 不要再聽他們說 你真的聽不下去 也聽不下去 待會再跟大家說 那個真的你聽得下去嗎 我要說的是不要 不要再讓他按摩就對了 來 我們待會兒 繼續開放COIN 先休息進廣告 等待會兒 謝謝 我今天感到感謝你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